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亦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上次我们说到1775年的1月20日 英国上院召开会议 威廉·匹特邀请了弗兰克林 旁听议会辩论 威廉·匹特发表了一个充满着睿智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这么说 应该马上撤军 也许一个小时的耽误 都可能带来今年的混乱 从波士顿马上撤军 这是和解的先决条件 你们不能傲慢地宣称 议会有着无上的权威 因为如果理由恰当 任何人都有反对议案的权利 如果你的议案的目的 是使别人沉浮于你 那么你将发现 它对于北美人民是无效的 而且你也将发现 任何想奴隶殖民地的想法 都会失败 作为个人的议员 或者由他们组成的议会 能够奴隶北美殖民地 那么他们同样也能够奴隶英国人民 威廉·匹特一贯反对奴隶殖民地 原因相当一部分 并不是为了殖民地的民众 而是英国的民众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议会如果可以奴隶殖民地的人民 那么同样他也可以奴隶英国人民 那么整个英国的宪政传统就会完全被打破 威廉·匹特接着说 英军在北美从道义而言 就是不正义之师 他的渺小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无能的盖特的领导下 更是如此 如果从将要引发内战 使自己人相互厮杀流血 造成我们内部难以愈合的伤痕 这些来看 英军也是渺小的 而面对三百万殖民地人民时 英军更是渺小的 这些手中有枪 既有勇气 又对自由充满渴望 人数数十倍于英军的殖民地人民 将是英军的噩梦 他们的父辈因为不满暴政 千里迢迢来到北美 你难道认为这些人 没有继承父辈的精神 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压迫他们 想通过饿死三万波士顿人 来让北美殖民地屈服 不知这是怎样愚蠢的脑袋 想出来的办法 有人认为殖民地的人民 如同一盘散沙 无法团结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的团结将是永久 坚固有力的 因为殖民地 饱含着对自由的渴望 而对自由的渴望 将使他们战胜任何人性的弱点 任何利益的冲突而暴成团 在印花税的抗冲中 他们的独立精神 已经展示给我们看了 也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是英国值得尊敬的臣民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城镇 但是无法征服他们的心 如果我们已经在北美侵犯了他们 已经对他们施加了暴力 那么让我们停止这些 我们不能因为几十个内阁成员的错误 而一错再错 这些举动只会带来整个殖民地 满腔的怨恨与誓死的反抗 难道要让我们的军队 一阵一村的巡逻吗 而且即使征服了 你能保证 这个离你一千八百公里的征服地的 安全与秩序吗 英军将狼狈不堪 焦头烂卧 而且更为令人担心的是 无止境的战争会将英国拖入地狱般的深渊 对随意征税暴政的抵抗 来自于自然法与人类的天性 这是天经地义的 无可辩驳的真理 这也是辉歌党精神 也正是辉歌党这种精神 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北美殖民地的这种精神 也正是内战时我们反抗传税的精神 同样也正是这种精神 造就了我们的大宪章 造就了我们的权力法案 这种精神也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不经臣民或者他们代表的同意 不能随意征税 这是自由最基本的要求 面对着被辉歌党原则激励的 三百万北美殖民地的人民 我建议将税与管理费区别开来 税由他们自己征收 我们收取管理费 未经殖民地同意 我们无权征税 他们说的没错 这是他们至高无上的财产权 为了他可以付诸任何手段 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而且大洋彼岸 保持辉歌党的原则 也将给大英帝国带来巨大的利益 自由应自由而存在 那么我们将是上帝与自然法的朋友 永恒的朋友 我们不只要撤军 还要消除他们的恐惧愤怒 展示我们的爱与仁慈 使他们与我们一样成为真正的英国臣民 这样才是殖民地融入英国的唯一手段 如果通过武力恐惧 即使他们一时的屈服 关系并不牢靠 英国得不到永远和平的保证 也不可能真正的拥有殖民地 我看到来自北美的文件 他们确实充满了优雅智慧 使我不得不尊重他们的理想 以我的阅读阅历 可以肯定的说 历史上无人比得上大陆会议的这些决议 古希腊与古罗马也无法与他们相比 任何想奴隶他们的想法将是愚蠢 与其被迫退让 不如我们自己退让 所有的武力议案应该被取消 我以我个人的声誉 人格保证 我们终将撤销这些议案 容忍退让 与最高权力在一起 才能显示我们的伟大和宽容 我们应该把信心建立在爱与仁慈上 威廉·匹特的演讲 激烈 慷慨 真挚而深情 同时又非常的深刻和犀利 他从各个方面阐述了 只有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自由 在大陆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寻求和解 才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 他认为英国政府可以保留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权利 但是不能被经殖民地同意而随意征税 那么他的这种思路明显被大多数议员所不持 也可言而知 乔治·三世对他这个发言的态度 当时乔治·三世大发雷霆 火冒三丈 不懈地说 他是个老掉牙的政治家 一个假人假义之人 不过呢 威廉·匹特的演讲也感染了一些人 包括在会场外 旁听的弗兰克林 以及未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 他的小儿子小威廉·匹特 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意味着 征服和融入的难点 不是在于世强凌落 而是在于手拿利益的宽容 但是这种宽容 就像威廉·匹特所讲的这些一样 给人当时的感觉是忍让退让 使实际利益严重的受损 当时并不为大多数的议员所接受 威廉·匹特 他以大陆会议的决议为基础的和解动议 在上月也被以68票对18票否决了 乔治三世很满意这一结果 他也很满意自己对议会的控制 但他无论如何的想不到 殖民地人民会如威廉·匹特所言一样 抗争到底 战争真的会爆发 他原本只是想通过战争来恐吓 使得殖民地屈服 使势态平息 但正是他的固执 一步步的将殖民地推向了独立 从这点上来说 美国独立的最大功臣是乔治三世 一点也不为过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 第一次大陆会议之后的北美殖民地 当盖特将军希望用最激烈的措施 征服殖民地的时候 乔治三世也期盼着这支在波士顿 虽然人数少 但是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的英军 能够迅速的击败这些散民有勇的叛乱 而且乔治三世 英国内阁 以及英国议会 这些英国政治家 无人相信北美这样广大的区域 能够联合和团结起来 同时根据英国的传统 殖民地代表签署了协议 还需要各殖民地议会批准之后 才能生效 于是各州代表将决议 提交给了各州议会等待批准 首先通过大陆会议决议的 自然是马萨诸塞 那么大陆会议一散会 萨巴尔亚当斯就赶回了马萨诸塞 参加正在召开的州自治议会 决议可以马上被批准 那么不久第二年的1月 新哈姆士尔也召开了州自治议会 批准了大陆会议的决议 并且决定派代表参加下一届大陆会议 那么这种州自治议会 可以避开官方议会召开会议 趋经州长批准的程序 但是由于他同样是由每个镇 选派代表参加 所以无损他的权威性 只是这种无需州长同意的自治议会 就已经有了反叛的味道 在新哈姆士尔批准大陆会议决议后不久 康奈狄格和罗德党不甘落后 纷纷批准了大陆会议的决议 也同意派代表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 1775年1月11日 南卡罗莱纳也召开了州自治会议 他们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被质问 为什么不与其他州一样 终止所有与英国的贸易 而将大米输出作为特例 经过一天的激烈辩论之后 自治议会通过投票表决 以86票对78票 惊险的维持住了大陆会议的决议 也就是维持南卡对英国输出大米的特例 其实如果当真对英国进行大米禁运 因为大米对南卡比较特殊 几乎是唯一的产业 那么南卡将突然陷于贫困的状态 因此产生的混乱与贫穷 未必有利于殖民地对英国的抗争 他们同时表示 接受其他大陆会议的决议 并且决定派代表参加下届的大陆会议 会议还鼓励南卡民众参加军事训练 随时准备战斗 南卡自治议会还通过了祈祷文 希望上帝能让殖民地与英国达成和解 使他们在拥有自由的同时 能够避免战争 但是同时也声明 如果马萨诸塞受到任何的攻击 他们将毫无犹豫的拿起武器 与马萨诸塞一起战斗 南卡确实是除了新英兰四州之外 最坚定支持独立的州 那么因为州长的阻挠 北卡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中旬 才召开了自治议会 自治议会同样批准了大陆会议的决议 并也同意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 但是否决了组建民兵的提议 北卡与当时大多数州一样 都不希望与母国决裂 更不用说发生战争了 那么在弗吉尼亚 华盛顿建议大家 抛弃国王任命的州长 组建民兵 并由大家自己选择指挥官 那么他家乡的民兵 就选举他为指挥官 华盛顿欣然同意 在他们的鼓舞下 弗吉尼亚的一些镇也自发的组建民兵 以打猎服为制服 互相补充枪支弹药 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那么弗吉尼亚的气氛 这个时候还是平和的 大多镇处于观望之中 大多数都不愿意与英国母国决裂 当弗吉尼亚州长一再延迟召开 州官方议会以后 大家决定三月份召开州自治议会 那弗吉尼亚这个殖民地最老的州 也慢慢行动起来 组建自己的政府 1975年3月20日 弗吉尼亚州第二次自治会议 准时召开 会议一致批准了大陆会议的决议 并且同意派代表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 自治议会还向全州的人民保证 他们将永远拥有自由幸福的生活 但是由于传统宗教已所受的教育 弗吉尼亚人对母国充满了深情 他们认为英国的宪政 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政 汉多威王室是世界上最好的王室 他们以自己是英国人 是英国的一部分而自豪 平心而论 佛吉尼亚人对母国的这些认识并没有错 即使到今天 英国宪政与美国宪政 孰犹孰略也没有定论 英国倾向贵族政体的宪政 显得高雅宁静 美国倾向于精英政体的宪政 显得更加强劲刚健 不过在美国独立的时候 英国的宪政确实是病了 当时的佛吉尼亚几乎是英国的翻版 与英国一样 佛吉尼亚有一个贵族阶层 与英国的贵族一样 与普通人相比 他们有着更多的教养学识 对佛吉尼亚也有着更多的感情 也知道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著名的华盛顿 杰斐逊这些人 就是属于这一阶层 但是佛吉尼亚广袤的原始森林中 咸与野鹤般的生活 也让他们同样倾向于自由 他们的自由 与马萨诸塞的自由不太一样 佛吉尼亚的自由 更有着一种诗人的优雅和浪漫 所以佛吉尼亚并没有为 与英国母国可能的战争 做出充分的准备 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从来没有与英国母国 发生战争的念头 只有少数地方 从保卫家园的角度 自发的组织民兵 他们因为最后一次 与印第安人的战争 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而且由于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渠道 所以佛吉尼亚流通的纸币 信用度不高 整个州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他们的土地 多是由黑人奴隶种植的 白人并不多 所以没有充足的兵源 州武器库中的武器弹药也不多 也没有坚固的防御阵地 在佛吉尼亚奔腾的几条大河 是英军的军舰 很容易从海上 进犯到佛吉尼亚的任何一个角落 这些都造成了佛吉尼亚义工难守的地理特点 这些就更加使得佛吉尼亚人希望与英国和解 不希望有战争发生 佛吉尼亚人虽然热爱母国 英国与和平 但是自治议会对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也深表担心 那么由帕特里克亨利提出的 华盛顿联署的建立防御体系组建民兵的提案 使得大家猛的清醒过来 英国政府可以通过武力撤销马萨诸塞宪章 那么同样可以对佛吉尼亚为所欲为 佛吉尼亚是到了建立防御体系组建民兵的时候了 但是三位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表示强烈的反对 人们在感情上也无法接受与英国母国可能的战争 即使很多的自由党人对英国母国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潜意识也在寻找各种理由 避免与英国母国的冲突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质询 佛吉尼亚有什么资本与英国母国发生战争 我们的军队在哪里 将军在哪里 武器又在哪里 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那么面对着这些质询 帕特里克亨利在佛吉尼亚的议会上 做了著名的发言 这也是一直传送到今的 不自由 雾宁斯的演讲 那关于这个演讲 我们下一集再具体的给大家讲